五花斑斑 留在爱你 阿玲 这边 这边 他说你怎么又到这里来了 其实我也不想过来的 我是被风吹过来的 怎么风还能把你吹得动 想你的轰把我吹过来了 他说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其实也没什么事 你也知道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这里 前两天我出去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风景很好的地方 我很想带你去看一下 在哪里 就在那边山后面 那座山吗 对 可以 你这么快就答应了吗 我刚好要过去拿东西有事 我还以为 你以为什么 没什么 那我们把豆子剥完呗 再去 好 我帮你剥 嗯 阿玲 你看 那里有个风筒 你说的好看的风景就是这里 不是这里 那是哪里 是前面一点 那我们快走吧 我当然还要去拿东西 好 阿玲 你看 这里的风景是不是很美 嗯 你以前肯定不知道这里吧 我小时候经常到这边来 你过来干嘛呀 我来这边放牛 这里的风景一直都那么美的 阿玲 嗯 其实在我心里 这里最美的 不只有风景 还有 大叔我们往上走吧 我要去拿东西 好 哎 大叔快来 你看这个 什么呀 这个 这个可以吃的 可以吃吗 对 你小心一点 阿玲 你小心点 你小心一点 这个真的可以吃吗 可以呀 还是你尝一下 阿玲 啊 还是你先尝吧 这个很甜的 有你甜吗 嗯 你尝一个 阿玲 嗯 你的牙齿 我咬怎么了 没什么 你快尝一下 等我们走吧 马上就到了 好 大叔 就这里了 我先去拿东西 你在这等我一下 好 你去拿的什么东西啊 看起来好重 就是一些山货 帮他们带到城里去 他们怎么不自己拿到城里去 他们年龄带了嘛 腿脚不是很方便 反正我有说也要下城里的 哎 你打开我看看呢 你要看 嗯 这么多吗 哦 不用打开了 不用打开了 不用打开 阿玲 嗯 来 走吧 这么重 我来帮你背 大叔 快到家里坐 哦 阿玲 我待会再过来 我现在出去打个电话 你把这个山货 先拿回去 嗯 那好吧 你打完电话 快点上来 好 嗯 阿玲 大叔 你一直在这里等我吗 没有啊 哈哈 阿玲你看 你怎么又拿一只鸡来啊 今天你不是拿了一些山货下来吗 你就别拿到街上了 啊 这些山货多少钱我给你 然后我们用这些山货 炖一只鸡翅 家里有鸡 你不用拿的 那我天天过来 把家里的鸡翅完了 那我就没办法过来了 大叔那你快进来吧 好 阿玲 嗯 这是山货的钱 你拿着 你拿多了 大叔 没事 你拿着吗 那谢谢你了 大叔 你在干嘛呀 你在洗山货吗 嗯 阿玲 嗯 你有没有想过找一个男朋友 没有 为什么呀 我只想多陪陪我的家人 因为他们年纪大了 嘛 阿玲 嗯 那如果你以后要找男朋友 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 孝顺的 嗯 善良的 这不是在说我吗 我就挺孝顺挺善良的 嗯 你要什么事干就去帮我刷一下火好吗 好好啊 在哪里 在外面 好 阿玲 多吃一点 你怎么不吃啊 我看你吃就可以了 你给我尝一下吧 谢谢 这个鸡我拿来一般炖的鸡汤 一般拿来做的鸵鸡 看起来就很好吃 嗯 那你快吃啊 嗯 我看你吃就可以了 你看我吃你又吃不饱 我看到你吃饭我就饱了 快吃吧 吃饭还堵不住你的嘴 还有点吧 好 我们马上进去 阿玲 嗯 我今天就先回去了 你就走了 对 还有点急事 我要先回去处理一下事情 拜拜 大叔 怎么了 阿玲 你是不是舍不得我走 你的山货往哪了 山货往哪里 我还以为 那山货就先放你这吧 我还有点急事 现在赶着回去 我下次再上来拿 那你下次值得上来拿 好 打开窗户让孤单透气 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 欢呼声人飘在空气里 像空无一人一样华丽 胜 buying 你